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次于爱尔兰 欧盟委员会表示 匈牙利经济能够抵御国际经济放缓 他们解释道 一方面是公共投资步伐的加快和归功于各大汽车工厂的发展 然而 数据显示 这一增长将在2021年放缓 欧尔班维克多在类斯凯和斯洛伐克总理视察边境的围栏时表示 随着天气好转 匈牙利南部边境的移民压力越来越大 更多有组织的移民试图进入国境 周四 总理欧尔班维克多与斯洛伐克总理彼得·佩雷格里尼一起视察了边境 彼得·佩莱格里尼强调 这边境地区也是深耕地区的南部边境 因此移民进入也会给斯洛伐克带来问题 我们也这么认为 尽管许多人不愿承认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 流动人口的数量也会增加 我们还在斯洛伐克查获了许多又人贩子组织的移民车辆 彼得·佩莱格里尼说道 他补充说 斯洛伐克感谢斯洛伐克保护欧盟南部边境 斯洛伐克总理夏尔班维克多保证 他们将继续通过技术和警察来帮助维护深耕的边境安全 沃尔班维多强调 匈瓦利和塞尔维亚再次确认了所达成的共识 我国也可以得到斯洛伐克警察部队的帮助 他还说道 未来一段时间 移民压力与试图非法越境的次数将继续增加 可能有10万移民希望进入欧洲 他说道 如果匈瓦利在保护南部边境方面得到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帮助 那么匈瓦利也可以参与到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边境加强 巡逻的行动中来 内部部长宾德尔·珊多尔在霍尔格斯与塞尔维亚部长会晤说道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宣布匈瓦利和卢旺达签署了一项 关于战略发展的广泛合作协议 西亚多比德表示 协议包括改善卢旺达的生活质量 这也有助于减少卢旺达移民的数量 他补充说 匈瓦利将建设价值5000万美元的 救助信贷而渡 匈瓦利企业可以从融资在此非洲国家开设投资项目 匈瓦利仍然没有冠状病毒 在今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 从武汉获救的7名匈瓦利人 预计将于周日离开医院 同时 由于冠状病毒的流行 欧盟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由于冠状病毒的蔓延 欧盟卫生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特别会议 会议结束后 人力资源部副国务秘书表示 欧盟团结一致将帮助有疫情的国家 人们提出了团结问题 首先是向中国在地提供帮助 以及从现在开始需要帮助那些医疗体系不够强大的国家 他说道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匈瓦利的病例 在每周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总理府部长说道 古亚什盖尔科医强调 书瓦利对所有情况都有准备 病毒感染控制行动小组的28点行动计划 包含了所有的预备 准备预防和行动的决定和措施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不仅是为了防止病毒在书瓦利出现 而且是为了及时告诉人们目前还没有已知的病例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所能来防止这种危险的情况发生 古亚什盖尔科医强调 从武汉撤离的匈瓦利人 仍然留在三特拉斯洛医院预计将于周日出院 位于科马罗姆的画廊 为匈牙利人口众多地区的杰出人才 和代表特定艺术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空间 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展览空间 在创意社区大市营的框架内 展出了20位艺术家的100余件作品 匈牙利最大的教堂 艾斯泰尔格姆圣母大教堂即将修复 在翻新的过程中 已经完成了内部电梯的安装 以方便进入藏宝室上方的全景厅 以及北侧拱顶和圆顶 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开始对入口和周围环境进行翻新 在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的翻修过程中 同时也向游客开放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